苏一家开心地拖着凳子坐到秦凯泽身边 小手牵住了那满是老姐的大掌 都是秦家苏家的孩子又是姐弟俩 那这彩礼怎么都得一碗水端平吧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 凯泽那是有他外公外婆 还有下手掌做贴补 我和明晨的父亲就是普通职工 哪里凑出这么多钱来 秦母本来就是个小人 占不到便宜就算了 还要他大出血 那不是比杀的他还难过 以前还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婿 但现在看来还不如个贪子 那叫什么叫 这还没嫁过去 就胳膊肘向外管了 我是你吗 你结婚的事必须我刷了算 我平时就是太宠的这孩子 以至于这孩子蠢到什么事都敢做 现在已经低了一头 若是彩礼上再不抬高点身价 以后在秦家还有谁把他放眼里 苏新月红了眼眶 又不敢反驳 只能神色挨腕地看向秦明晨 想让他说点好话 可秦明晨在接收到他的目光后 却冷着张脸将脑袋转向一边 哼 新月他妈 我们家不是难说话的人 可你们要狮子大开口 把我们家拆了也拿不出来 这样吧 新月和明晨的婚礼 就按照当初一家嫁给明晨时候一样 我们给两百块的彩礼 刚才苏新月和秦明晨的举动 都落到了两位老母亲眼中 这才让苏母有了说这话的底气 做梦 当初明晨什么样 现在明晨什么样 我家新月肚子里 说不定怀了你们家明晨的孩子 也说不定这是你们家最后一个孩子 你连这事都拿出来说 不是我说的 是我姐 苏一家一脑袋问号 苏新月 我还坐在这 你就敢往我身上泼脏水 真当我是没脾气的呢 不 不是 糟了 之前习惯把错都推他身上 一时间忘了他现在就是个疯子 可不解释的话 明晨肯定会恨死我的 以后这日子就真别想过下去了 苏母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直接凶狠地瞪向苏一家 这事本就是你刚刚跟我说的 要不然我还被你那个傻妹妹蒙在鼓里 你们两个咬死了 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行吧 反正我也不怕得罪秦明晨 不过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 那他废掉的那点事 我当然要尽心尽力地宣传 争取让护士的所有人都知道 不然怎么对得起你们给我泼的脏水 你闹够了没 你嫁进我们秦家就是我们秦家人 你别没事总惹些事出来 这小贱人以后肯定是不会服管教的 必须想办法把那认罪书拿出来 况且我根本不相信 他能照顾秦凯泽那个废物一辈子 现在有小高 但是小高以后肯定有自己家庭和工作 不会太长时间的 这个小蹄子还想拿着钱过好日子 我呸 就他也呸 你们别说那么多有的没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星月和明晨的婚事 那是板上钉钉的 你们提前我们做不到的条件 最后是谁都没办法好过 都是苏嘉宜这个逆逆 早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 当初你们给宜家的那点是绝对不行的 你想要多少 他已经不想再缩在这小鸽子笼里 跟他争来争去 连个电风扇都没有 他全身都快被汉尽湿了 反正这两天他们秦家丢了那么多 也不怕再多往外扔点 就全当为了他拿未来的大孙子 五百块的彩礼 外加三响一转 跟一家一样 自行车也要是飞鸽女士的 还要那种在外贸店买的手表 明晨屋里有电风扇吗 没有的话 那就要抬电风扇 表就只能买块梅花的 这都要一百八十了 你们可别不知足 他虽然不知道苏一家手上的表多少钱 但夏卫国什么身份 他特意买的能是个便宜货吗 答案明白是不可能 姐妹两个家进同一家 别的东西也就算了 这个天天待在身上 差的那么多 是个人心里都有一件 有什么意见 这表是我买的 我拿小泽当亲儿子 跟秦家其他的人可没关系 夏卫国毫不留情地 撇开了和秦家的关系 这让秦父秦母的神色 变得很是难看 却又不敢当着他的面硬蹭 我大闺女嫁到凯泽总归是受了些委屈 以后也没办法去上班 作为补偿 你给我们家亲戚找份工作 应该不是省难事吧 我算是看清楚了 这秦凯泽有关系有路子 但他们可不好讲话 现在谈婚事不拉着帮忙 以后再想扯上关系 就绝对没有可能了 我不觉得委屈 不用工作 有钱拿 天天跟丈夫在一起 有什么好委屈的 而且就算真是我受委屈 也轮不上别人替我接受补偿 你 你这是想嫁出去 就要跟家里断绝关系了 你们是想踩着我的婚事 大捞特捞 不管我以后难不难做 人情是用完就没了 你们现在不管不顾张口什么都要 有管过我和凯泽两口子 以后要找人帮忙怎么办吗 行 你这孩子既然要这么说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 就去找你男人的战友 叔叔 别来找我们 家家 以后无论有什么事 你都可以打电话来找我 虽然我在单位上 但这么多年 还是认识不少人的 无论什么事 我都会替你们解决 既然这残礼都谈完了 那就剩下九宴的事了 我想反正是两兄弟 狼姐妹 不如一起 不行 我结婚就要开开心心的 可不想以后回想起来 这婚礼都不是完整属于我的 而且还是跟我恶心的人一起办 秦明晨气的 鹅角的青睛都吐了起来 苏伊家脑海里 浮起以前他哄骗原主时 那礼貌中 带着克制的喜欢模样 心里的鄙夷更甚 我觉得 大人最起码是要动点事的 不该凑在一起的人 就别强行挤在一起恶心人 不然我也只能做主 让小泽和家家搬出去住 那怎么行 凯泽现在这样 突然娶个媳妇 怎么就能放心 就让个小姑娘来照顾她 这件事我是打死不会答应的 苏伊家也没替自己辩解 他很清楚 不仅秦家不会同意 就连夏叔叔都不会放心 夏叔叔很清楚 秦家不一样 在没拿到秦凯泽的那些钱和宝贝之前 他们说什么都不会让他出事 所以真要说 这秦家还比我要靠谱上许多 好了 既然是凯泽和姨家的婚宴 那就让他们决定好了 分开摆就分开摆 我们也不差这么点事 另外既然是小泽和家家的婚礼 那伪家的亲戚就没必要出现了 包括你 你知道小泽不喜欢你们一家子人 秦母只觉脑子被狠狠捶了下 痛得都没办法思考了 既然都说好了 那什么时候白酒呢 要不一个月后吧 我昨天看了看 这一嫁娶的日子 最快就在一个月后 行 我明天就得回去了 再想空出时间来 咱们也得到下个月 而且小泽手下的那些冰猪任务还没回来 咱们也得再要个十天半月 那些兔崽子想来看小泽也不是一两天了 刚好趁着任务告一段落 能有几天的休息时间 一起过来看看小泽 也好热闹点 那这一个月 姨家就还先住在家里 等白酒的那天再搬去 小泽手下的那天 我还能不认识 可能是小泽手下的那天 我还能不能再来